他把他的永远全都用来爱你 朋友平安让我们陪你读圣经 一天一章生命发光 今天来读以细节书第十六章 这一章虽然比较长 但内容并不难哦 神在这一章里面 把耶稣撒冷比喻为自己的妻子 爱她呵护她 但这位冷酷的妻子 却一而再再而三地背叛神 透过这个比喻 相信你就能更深体会 神对我们的爱是坚定不移 且永恒不变的爱 让我们一起来读以细节书第十六章 以细节书第十六章 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 人子啊 你要使耶路撒冷知道他那些可憎的事 说主耶和华对耶路撒冷如此说 你根本你出世是在迦南地 你父亲是亚摩利人 你母亲是贺人 论到你出世的景况 在你出生的日子 没有为你断期待 也没有用水洗你 使你洁净 丝毫没有撒盐在你身上 也没有用布裹你 谁的眼也不可怜你 为你做一件这样的事连续你 但你出生的日子仍在田野 是以你被厌恶 我从你旁边经过 见你滚在血中 就对你说 你虽在血中仍可存活 你虽在血中仍可存活 我使你生长 好像田间所长的 你就渐渐长大 一致极其俊美 两乳成形 头发长成 你却仍然赤身露体 我从你旁边经过 看见你的时候震动爱情 便用衣巾搭在你身上 遮盖你的赤体 又向你启示 与你结盟 你就归于我 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那时我用水洗你 洗净你身上的血 又用油磨你 我也使你身穿绣花衣服 脚穿海狗皮鞋 并用细麻布给你束腰 用丝绸为衣 披在你身上 又用装饰打扮你 将镯子戴在你手上 将金链戴在你项上 我也将环子戴在你鼻子上 将耳环戴在你耳朵上 将划冠戴在你头上 这样你就有金银的装饰 穿的是细麻衣和丝绸 并绣花衣 吃的是细面 蜂蜜并油 你也极其美貌 发达到王后的尊荣 你美貌的名声 传在列邦中 你十分美貌 是因我加在你身上的威容 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只是你仗着自己的美貌 又因你的名声就行邪淫 你纵情淫乱 使过路的任意而行 你用衣服为自己在高处劫彩 在骑上行邪淫 这样的事将来必没有 也必不再行了 你又将我所给你那华美的金银 宝器 为自己制造人像 与它行邪淫 又用你的绣花衣服 给它披上 并将我的膏油和香料 摆在它跟前 又将我赐给你的食物 就是我赐给你吃的细面 油和蜂蜜 都摆在它跟前 为新香的贡物 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并且你将给我所生的儿女 焚献给他 你行淫乱岂是小事 竟将我的儿女杀了 使他们经火归于他吗 你行这一切可憎和淫乱的事 并未追念你幼年赤身漏体 滚在血中的日子 你行这一切恶事之后 主耶和华说 你有祸了 有祸了 又为自己建造圆顶花楼 在各街上做了高台 你在一切室口上建造高台 使你的美貌变为可憎的 又与一切过路的多行淫乱 你也和你邻邦放纵情欲的 埃及人行淫 加增你的淫乱 惹我发怒 因此我伸手攻击你 减少你应用的粮食 又将你交给恨你的费力士众女 使他们任意待你 他们见你的淫行 为你羞耻 你因贪色无厌 又与亚述人行淫 与他们行淫之后 仍不满意 并且多行淫乱 直到那贸易之地 就是迦勒底 你仍不满意 主耶和华说 你行这一切事 都是不知羞耻妓女所行的 可见你的心是何等懦弱 因你在一切事口上建造圆顶花楼 在各街上坐了高台 你却藐视赏赐 不像妓女 爱 你这行淫的妻啊 宁可接外人 不接丈夫 凡妓女是得人赠送 你反倒赠送你所爱的人 贿赂他们从四围来与你行淫 你行淫与别的妇女相反 因为不是人从你行淫 你既赠送人 人并不赠送你 所以你与别的妇女相反 你这妓女啊 要听耶和华的话 主耶和华如此说 因你的污秽倾泻了 你与你所爱的行淫露出下体 又因你拜一切可憎的偶像 留儿女的血献给她 我就要将你一切相欢相爱的 和你一切所恨的都聚集来 从四围攻击你 又将你的下体露出 使他们看尽了 我也要审判你 好像官长审判淫妇 和流人血的妇女一样 我因愤怒记恨 使流血的罪归到你身上 我又要将你交在他们手中 他们必拆毁你的圆顶花楼 毁坏你的高台 剥去你的衣服 夺取你的华美宝器 留下你赤身露体 他们也必带多人来攻击你 用石头打死你 用刀剑刺透你 用火焚烧你的房屋 在许多富人眼前向你施行审判 我必使你不再行淫 也不再赠送与人 这样 我就只惜向你发的愤怒 我的记恨也要离开你 我要安静不再恼怒 因你不追念你又年的日子 在这一切的事上 向我发烈怒 所以我必照你所行的 报应在你头上 你就不再贪淫 行那一切可憎的事 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凡说俗语的 必用俗语攻击你 说 母亲怎样 女儿也怎样 你正是你母亲的女儿 厌弃丈夫和儿女 你正是你姐妹的姐妹 厌弃丈夫和儿女 你母亲是赫人 你父亲是亚摩利人 你的姐姐是撒玛利亚 她和她的众女住在你左边 你的妹妹是索多玛 她和她的众女住在你右边 你没有效法他们的行为 也没有照他们可憎的事去做 你以那为小事 你一切所行的倒比他们更坏 主耶和华说 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 你妹妹索多玛与她的众女 尚未行你和你众女所行的事 看啊 你妹妹索多玛的罪孽是这样 她和她的众女都心交气傲 粮食饱足 大享安逸 并没有扶住困苦和穷发人的手 他们狂傲 在我面前行可憎的事 我看见便将她们除掉 撒玛丽亚没有犯你一半的罪 你行可憎的事比她更多 使你的姐妹因你所行一切可憎的事 倒显为义 你既断定你姐妹为义 就要担当自己的羞辱 因你所犯的罪比她们更为可憎 她们就比你更显为义 你既使你的姐妹显为义 你就要爆亏担当自己的羞辱 我必叫她们被掳的归回 就是叫索多玛和她的众女 撒玛丽亚和她的众女 并你们中间被掳的都要归回 好使你担当自己的羞辱 并因你一切所行的使她们得安慰 你就爆亏 你的妹妹索多玛和她的众女 你已经担当了 主耶和华如此说 你这轻看誓言 被弃蒙约的 我必照你所行的待你 然而我要追念 在你幼年时与你所立的约 也要与你立定永约 你接待你姐姐和你妹妹的时候 你要追念你所行的 自觉惭愧 并且我要将她们赐你为女儿 却不是按着前约 我要坚定与你所立的约 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好使你在我赦免你一切所行的时候 心里追念 自觉爆亏 又以你的羞辱就不再开口 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以色列就像一位 不断背叛丈夫的妻子 她不但不理会神 甚至一心只想倚靠别的国家 崇拜别的偶像 但即便到了这样的地步 神依然对以色列说 我要坚定与你所立的约 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好使你在我赦免你一切所行的时候 心里追念 自觉爆亏 亲爱的朋友 我们的神不是永远怀怒的神 相反的 他更决定要以永恒的慈爱 来吸引每一个迷失的灵魂 是他的宽恕 让我们活在爱中走到了今天 但愿今天的你 又更认识了神爱你的心哦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 谢谢你以永恒的爱来爱我 并且使我在恩典中 更多认识你 和你更靠近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 阿们 祝福你与神更靠近 陪你读圣经 我们明天见 耶稣基督的圣名祝福你与神更靠近